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蘋果就死於非命,實體報紙就出了 昨晚沒有了,網上呢 就全部 因為伺服器都關了,找不到 我知道有不少個朋友,不少個網民就用了他們的方法 將這個過往的蘋果,過往幾年起碼 2019年,2018年,2017年一直打後 去到2021年都有做了備份,而且用一種 網上的技術區塊鏈的形式去保存 無論如何都撕不到 我收到他們傳過來的一些連結,我打來看 幾乎是保留了,不過很可惜 大家知道蘋果是以排版精美見稱的 圖片是非常之好的,圖片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聞組成部分 但是那些連結出來就是 只有文字 沒有圖片 更加是沒有任何排版的美術可言 相當可惜的地方,美中不足的地方 當然文字的紀錄都重要的 希望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保存到,如果有的 有朋友有找到的 或者做了的,不妨通知我 看看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方法可以傳給大家 繼續保留 這個有26年 相當年輕的 但是死於非名的一個媒體的歷史 我希望繼續保留 雖然 接下來就沒有了 我這段片我就不是 純粹想講蘋果的問題 不過蘋果沒有了,但是肥佬黎繼續被追殺 那你知道康文村,等一下的圖書館就已經有禁書了 說返反國安法,幾十本書就下架了 我說過不止一次,成為一個大笑話 環保書都是禁書 都是違反國安法 民建聯 中西區支部的主席,楊鶴明 不知道是什麼 在Facebook的貼文 有市民投訴在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館長之選 館長之選 Liberian's Choice For Borrowing 館長之選那個架 不得了 在反革命事件出現了 竟然 擺放了 正在審訊人士的著作 擺放了肥佬黎的十本書 肥佬黎的十本書 那就投訴 他的著作 或者是相關主席 康文署回應 港島石塘咀公共圖書館的館長之選之上擺放了 一名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正在 等候審訊人士的著作 正對事件進行嚴謹和長進的調查 既盡快找出事實的真相 康文署說如果有任何員工牽涉在裡面的話會諮詢相關部門 按照既定的機制嚴肅處理採取適當的行動 康文署強調 隨著港版港區國安法的立法 圖書館需要 確保管床 遵守有關法例的規定 如果發現有關的內容涉嫌違反國安法 會以嚴肅的態度處理 暫停有關管床服務 並與有關部門研究內容是否違反有關法例 據了解 全港的公共圖書館已經 即日將三十幾本涉及黎智英的書籍 包括 他的飲食書籍叫做肥佬黎食遍天下等一遍下架 我聽完這個 第一 真的笑了出來 幾乎笑到收不到聲 我說這班人上有精神底下就有精神病 我想搞清楚什麼一回事 早前 將三十幾本 牽涉涉 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書下架 看書籍 來生不做中國人 我也很荒謬 覺得這些是如何違反國安法 這本書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一個暢銷書 全部都下架 連環保人士 黎港德的書釋放香港也下架 我覺得已經是 荒謬絕倫 不得了 好了 現在黎智英 被檢控 沒有被定罪 他這個案子都被審 拉了 坐緊 不准保釋 大家要搞清楚 這個程序是什麼 他是涉嫌違反國安法 或者是串謀詐騙 什麼勾結外國勢力 拉了 扣押住 不獲得保釋 國安法寫著的 是無罪推定的 國安法自己寫的不是有罪推定的大家不要搞錯 即是 無罪推定的意思是 審訊未判刑之前 未判有罪之前 他也是無罪的 不過 國安法又這樣說 假設無罪但不是假設有得保釋 即是法官要認定你出去了你不再違反國安法 或者證明自己不再違反國安法 於是那些被告人 九萬九十幾條條 條件的 又說不准 出街啊不准上網啊不准跟人聊天啊 跟坐牢沒什麼分別 希望可以保釋出去睡回自己家床 都不行 不行啦 一直溫住他 我從來沒有聽過 一個 收了牢 即是未審訊 未定罪的人 他寫的東西 科文署的回應是什麼 科文署的回應就是 他說 擺放多本 一名因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 正等候審訊人士的著作 正對事件 進行嚴謹和詳盡調查 找出事實真相 我從來沒有聽過 中國人經常說什麼待罪之身 什麼待罪之身 都未審 可能沒有線呢 即是我們這些大想頭 可能最後放出來 我從來沒有聽過 一個 嫌疑人士 他寫的東西 是不可以給人看的 OK 我沒有聽過 除了在中國大陸或者一些獨裁國家 反革命分子寫的都是反革命的內容 反革命的內容當然不可以給人看 這個就是 中國式法制的邏輯 香港應該不是這樣的 香港是人還人 他寫的東西還寫的東西 OK 再退一萬步 如果他那些真是違反國安法呢 第一就是看他什麼時候寫 國安法2020年6月30號晚上生效 如果他之前寫的 國安法都未生效 那就不要追溯力了 對不對 我現在講道理 不過我們的聽眾告訴我 要浪費什麼事 要浪費 說什麼道理 現在香港不講道理 不過我始終都想講道理 我個人最喜歡講道理 用一個邏輯分析給大家聽 我不是說給他聽 再退一萬步 如果那些書是違反國安法的 你說是違反國安法 即使未生效 他寫一些現在來看都違反國安法 OK 那麼這要審的 是不是要審查嘛 說出來哪一段哪一段哪個字 哪一段哪一段都違反國安法 現在都未審 民建聯說有 他那些 當然是左派的 的選民 大家看完之後 嘩得了的反革命份子 那些書放在這個管長 推薦那裏 那個管長可以炒了 還得了的這個反革命事件 當然要報給民建聯誌 報給民建聯誌 在facebook出來 看到之後就要嚴肅跟進 這件事純粹是這樣 如果你是 嫌疑人 是犯了政治罪 你的著作 對不起 你就要不見天人 我說遲早不只是康民署 你在書局不敢買 你家的館床 你家裏都有圖書館 老實實 有些人 家裏很多書 是不是都有問題 藏有一本反革命份子寫的書 反革命份子 黎智英 寫書 竟然放在康民署 大刺刺 放在這個 管長推薦的這個欄 他還不能寫什麼 黎智英寫了什麼呢 剛才說 一本書 我看就是 星島日報的即時新聞 我覺得星島日報的 有些編輯記者 都特意 拿出來 他還用所有的書寫了 拿出來 我待會讀給大家聽 一本書叫做 肥佬黎食遍天下 講食的 好像陳淑莊寫了一本 寫食的書 即是一人肺炎 清清楚楚一人肺炎 即是你 觸犯了國安法 陳淑莊沒有 那你的書 就不能放出 那麼 現在已經落架了 黎智英的所有書 那個館長如果是館長擺上去的話 他當然是冒著 危險 可能是不信 我讀給大家聽 不厭其法 所有已經即日下架的 承認的 公共圖書館 即日已經將黎智英三十幾本書及他的書 包括寫飲食的書 肥佬黎 食遍天下全部下架 包括什麼 事實與偏見 他應該就是 在一周刊寫的專欄 然後有一個 我的理想是一隻糯米雞 我想都是寫食的 燒霸 別忘了感恩 我退休失敗了 狂人遇上新經濟 肥佬黎不斷革命跡新夢 肥佬黎打真軍 這個 我的理解 我只是看一周刊 他都是專欄的結集 都是說他 如何 在做生意的一些心得 由做廠 廠佬 搞序丹佬 然後就搞 傳媒集團 現在就坐牢 就說這些心得 肥佬黎打真軍 肥佬黎我是一個是個虎頭的父親 肥佬黎學習做個快樂人 創業 我做生意的心得 黎智英踏上生意路 肥佬黎不止是我玩樂那麼簡單 創業家的黎明 肥佬黎創新求全 我以無求 肥佬黎食遍天下 樂觀是我最大的本錢 經驗出智慧 夠了退休 靈感的託方者 期待 自己的聲音 時代請等等 門窄路 俠出 升天 人生不是名利場 機會的魔袖 魔象 我覺得全部都是 跟他做生意 跟他創業 跟他奮鬥的有關 肥佬黎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跟他聊天 很囂張 自視很高的人 可能後來有宗教信仰 很虔誠的天主教導 就很不同 給我的感覺 他以前 覺得自己很成功 他寫了很多有關創業的東西 做生意的東西 我想這些書跟他有關 後來比較政治 開始 譬如 譬如說 致命中國 中國赤龍 這個不是肥佬黎的 這本書 這個有些問題 致命中國 中國赤龍對人類赤好的危害 我的理解不是肥佬黎 剛才說的下架 就是這些 大家會有什麼感覺 正如我剛才所說 很清楚 那個人出了事 他寫的東西 全部不讓人看得 跟中國大陸一點分別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譬如 這個 很簡單 《四人幫》有很多著作 很多文膽 現在在大陸有找到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 因為他已經被打倒了 被拘捕了 是不是 這個遠一點 1976年已經想了 林彪也早一點 林彪也有著作 沒有 因為 是 黨的敵人 所以沒有 再近一點 在大陸找到趙主任的書 因為他已經被 打成反黨分裂黨 被軟禁到死那天 不會有趙主任的東西 香港 完全用相同的標準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怎麼這麼說 肥佬黎就說被 控告 就是違反國安法 不過他 還沒有定罪 是港德不是 陳淑莊不是 他為什麼要下架 你 又不說標準 又不說清楚 究竟什麼事 哪一段文字 違反國安法 所以有些人說 紅線飄移就是這樣 你不要說標準給別人 釋放香港 陳淑莊的秘密地帶 我覺得這個標題 為什麼反國安法 我都想不通 釋放香港的全本書都看過了 是說環保 說可自動發展 說核電 說氣候暖化 他有一位工程師 怎麼違反國安法 我想這個人根本是文盲 做審查那個人 我告訴你 只看到釋放香港四個字 覺得香港被囚禁 所以 還得了的話香港被囚禁 肯定反革命 不肯定 我覺得 極大的笑話 香港人 香港不是一個 文盲社會 香港人教育水平很高 很多人都識字 很多人的邏輯思維很清楚 就是被這班官 這班凡事了七分的官 上有精神看下有精神病的官 搞到亂了 你不要罵這些笑話 你看 肥魯麗的書全無下架 大家要問 石塘咀圖書館 那個 館長推薦的藍 放了十本肥魯麗的書上去 是什麼人的主意 你不要一口咬定是館長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的 那裡沒有鎖匙鎖住的 會不會讀者找了十本書出來 放了上去 行不行 會不會有職員做的會不會有人整裂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有職員做的館長做也好 管長做也好 我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在公務員隊伍裡面 都不是每個人都想 說作惡的 我在這裏介紹過電影 惡與公務員的距離 惡與公務員的距離 因為惡與公務員的距離 是說伊朗 執行死刑的那班 有些是公務員 有些是復兵的那些人 他都是 抗拒 反抗 對於這個執行死刑的做法 不是上頭 叫做什麼 結果當然 下場 都 不是那麼好 會不會在這個 圖書館裡面也有人覺得 怎麼搞錯呀 弗魯麗寫的東西有些人說弗魯麗寫創業 寫得挺好看的 他的文筆不錯 寫親情尤其是感人 寫親情也不行 就覺得 不信 不是說你上面做什麼做什麼 那我就放上去 你白紙黑字話給我聽 弗魯麗已經變成反革命分子 他的書是不能給別人看的 你怎麼說清楚 就放上去 是一種抗議 這就糟糕了 我不知道他退休了沒有 退休可能死了 紀律審查的時候退休金也沒有了 嚴謹調查 那個館長會不會 被視為違反國安法 被拘捕 我現在有一個擔憂 竟然拿反革命分子的書放在館長推薦 宣傳他的思想播毒 蘋果都倒閉了 你竟然繼續播毒 你就不死 這些邏輯 是文化大革命才出現 是中國大陸才出現 文革2.0 這個那樣 亂說的 當然不是 文革打死人 現在不用在肉體上打死人 精神上打死人都可以 我聽不懂 我覺得極度荒謬 當然也有極度憤怒 怎麼搞的 香港越來越狠 越來越變態 暫時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 支持我心直有發的春日 多謝你收睇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大家有看Netflix 有些影片 即是美國人才看到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是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 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 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市民會 都市民會 就以軍會 請跟軍伴 不能haul